好 回到淮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带您来关心的是 印度跟中国大陆的军队指挥官 在10月10号 他们举行了第13轮的军长级会议 讨论这个要把军队撤离 边界冲突地区的步骤 希望能够来减缓 两国长达17个月的对峙 不过这个会议呢 其实并没有达成共识 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当然对于破局的原因呢 中共解放军西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龙少华是说 这是因为印度坚持不合理 也不切实际的要求 不过印度方面呢 国防部他们也表示说 印方在会中提出一个 建设性的建议 可是中方不同意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 那边界中印的边界的紧张局势 会不会因为这个会谈的破裂 而重新的升高 介大使您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谈判 这个一定不可能达成什么具体的 这个协议的 那么只是说谈判 过去我觉得就中印 在这个边界谈判上 只是双方要有共识 要避免冲突 那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实际控制线而已 双方都没有办法答应 过去双方其实都很硬 都很硬 因为事实上从 这个你比如说啦 藏南地区 那个时候这个土地是英国人侵略的 他打败了西藏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达赖喇嘛 达赖的政府 那达赖签了一个条约 那么他败仗了嘛 那可是他达赖当时没有 告诉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不知道啊 所以当然中国不会承认啊 而且你今天你去这个 藏南地区看 也就是现在印度人 一直讲他的领土 什么阿努阿纳恰这些地方 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不是印度人啊 那当然是属于西藏属于中国的 就所有人口都跟他 跟印度人常常不一样 所以印度是实行了一个 真的是一个有一点 继承英国人那种 帝国主义的那种 想要搞大印度主义 那对于这个 这个喜马拉雅山南路的土地 一块一块的吃 一块一块的吃 所以印度事实上是 可以说是有这个 有这个所谓侵略性的 有侵略性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不管是东边 这个中印边界 不管是东边还是西边的 那中国是不可能让的 大陆很清楚知道 印度的这个意图 意图 那印度也是 就是说在领土问题上 你看他跟周边的国家 通通有问题 他跟这个巴基斯坦打了几次仗 所以他也是用这种 所谓的怎么讲呢 这种对外强硬 维持他内部的爱国主义吧 要不然印度这个国家 真的你开车开两个小时以后 下车以后 印度人也跟到外国人一样 他自己也讲话也不通 所以这样一个国家 他要维持他这个印度的 印度的这个国家认同 他就不但强调 他这个跟邻国的这些纠纷 领土纠纷是最好的 所以印度事实上的话 他也在这上面 我觉得他也是在 煽动他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 那真正要打的话 那么就是要看实力 各位老师 我进一步想请教您 就是说因为也看到这个 中国的军队 因为为了要长期驻扎 这个印度有指责中国大陆 在中印边境建造了 大量的这个基础建设 那他们说就是为了要 让中国大陆的军队 长期驻扎在这边 中国大陆如果持续在中印的边界 来兴建这个基础建设的话 你怎么观察他后续 他真的是为了这个 印方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做准备吗 印度也在盖 印度也在 印度指责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同样也在盖他的基础建设 是啊 事实上边境冲突 就听听就好了 本来就是打打谈谈 一路都这样 这永远都是新闻 可是永远都无解 因为边境没有谈妥 可是那个地方没有办法 发展为大规模的战争 因为那个地方到了秋冬 就是一定要撤 因为太冷 然后动员跟驻扎的费用太高 对两国都划不来 所以就是夏天 夏天大家还可以驻扎的时候 就再吵吵闹闹 再吵一吵 打一打 就是这样 可是都是小规模的 事实上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是如此 所以很多国家都有边境冲突 可是从来不是新闻 那为什么在台湾是新闻呢 因为印度的英文媒体太多了 所以他就不断报导这个新闻 不然这种新闻是没有人会报导的 因为很多国家都有 黄老师你怎么看 我同意委员的说法 因为中印边界的冲突 其实在我们以前念博士 在美国念博士班的时候 就有嘛 然后争议的地区也就是那里 然后每一次谁有近一点 谁有退一点 当然国力慢慢慢慢发展 领导人的这个意向 其实现在来讲 我们刚好印度碰到莫迪 然后中国大陆碰到习近平 这两个都很硬 所以他妥协的这个几率就比较少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印度有很多行为是跟选举有关 中国有很多事情是跟领导换届有关 就是在政治进入政治深水区 或者是要检讨下一波人事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软也都不会让 对 不过这个刚刚提到说 中印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 你看这个欧亚时报 手版就像上面写说 欧亚时报就说印度的国防目标 是同时因应中国大陆 还有巴基斯坦的两面进攻 所以它不是只是针对中国大陆而已 它还要同时应付这个巴基斯坦 那当然专家就悲观地表示说 不认为印度有能力 同时来处理中国大陆 跟同时还要再面对这个巴基斯坦 博老师你怎么看 所以要买军火 这个一定是要买军火的人说的 大使您的观察 当然印度的实力 军事实力绝对不是大陆军事实力的对手 悬殊吗 应该算是很悬殊 尤其这种所谓远程精准打击 中国大陆现在不是说跟印度有差距 美国可能都还落在大陆的后面 东风系列这个导弹 那是杀手舰 当然不见得会用得上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大陆的军力最近几年是快速的进步 那刚刚又提到这个 北斗卫星的这个部分 但印度可是没有的 印度的军队那还是传统的打法 事实上他们还是在很传统的观念里面 想传统的战争 用传统的武器 可是大陆的整个的这个战略观念 跟那武器已经 事实上已经跟印度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了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军队是不是能打 要实际打一下看看 那你就看这个1960年代的那个 1960年代的那个边界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边界冲突的时候 那印度军队 也不是印度军队也不是没有打过仗 也不是没有这些有经验的将领 他跟着二四大战跟着英国人 也在旁边也在旁边这个 有实战的经验 可是那个战争我们看那个 真的差距很大 那可以说就是说 被等格被摧毁掉 那我想那一战的话 对今天的印度人来讲的话 应该他们还是记得蛮清楚的吧 不过这个也看到斯里兰卡 现在是不是成为这个 中国大陆跟印度 中印两国的一个 彼此较劲的一个新的战场 因为根据这个外交家杂志的报导说 印度外交大臣 他在10月2号跟5号这之间呢 访问了这个斯里兰卡 那外交家杂志就分析说呢 这个访问反映印度正在努力的争取 斯里兰卡的支持 现在看到中印纷纷的出手 包括在投资方面 基础建设的投资方面 其实都有出手 那这两个国家夹在中间的斯里兰卡 您觉得他怎么选 我觉得印度不是对手 你比钱比得过大陆吗 大陆一带一路后面有这个 亚洲开发银行 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实力 跟印度有这个实力 没有 比钱的话 那比基础建设的能力 印度有吗 印度自己都没基础建设 那实际从战略跟这个历史上来讲的话 那斯里兰卡跟这个 他的这个塔米尔这个分离运动 过去几十年 就是印度在后面支持的 所以印度这个斯里兰卡的内部 最大的纠纷过去的时候 他内战的时候 另外一方面是印度站在后面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 我想斯里兰卡跟印度 有很强的历史战略上面的对立 那么跟中国大陆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60年的 上一个世纪60年的这个中印战争以后 事实上所有的周边 印度的周边国家都跟中国结盟 都跟日本跟俄罗斯跟印度保持距离 每一个都是 斯里兰卡尼泊尔 这个这个巴基斯坦 孟加拉 都是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 跟大陆关系比较好 跟印度的关系比较好 这个原因是 因为印度本身是实行一个扩养的 在区域发行 他对这些周边的小朋友都照顾他 在区域发行 他们去选的话就大概是跟中国 感谢观看